那第三个方法呢 叫做通过正德的方式去筛选特征 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 叫做Lazzo 那这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principled way 就是它是融合在一个模型里面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反正从一个理论的角度 或者从数学的角度 它更加的好看 因为不像像前面这种方法一样 我可以通过这种每举的方法 或者是通过贪心的算法 去构建这样的一个特征集合 而是我通过一个目标函数的方法 去构建这种特征组合 那这样的方法会不会比刚才的 前面提到的两个算法更加的优秀呢 其实也未必 或许通过贪心算法的方式 去找出来的特征要好于通过这种Lazzo的方式 找出来的特征 所以这个是未必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Lazzo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在看Lazzo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这里面啊 这一项我们叫做objective 然后这一项呢 我们叫做叫做正则项 然后这这个objective呢 它其实对应的模型呢 叫做线性回归 那这里面我们只是把这个线性回归 写成了一个矩阵的一个形式 当然我们可以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展开 那展开完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形式啊 就i等于1到n 那这里面n是代表咱们样本的总个数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样本 就是d 然后呢x1 y1 一直到xn yn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训练数据啊 然后这样的一项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形式 那这样的话 就是w是咱们线性回归的一个参数 对吧 然后呢xi就是咱们每个i的样本的这个特征 然后减去yi的平方 那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写法 就是啊 那那这个值减去这个值呢 就是一个预测值 减去真实的值 然后呢 我加一个这种平方 那那这样的一个loss呢 我们也叫做最小二乘 对最小二乘 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写法 在这里面 我们只不过把它写成了一个矩阵的一个形式 矩阵的一个形式 所以这里面写错了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这里面其实写错了 前面这一项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写成了一个矩阵的形式 这里面的x就是包含了所有的样本 所以在这里面前面这一项是不需要的 然后我们把它 就是把这个式子 就是按照我们熟悉的方式展开完之后 其实就是得到了 其实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就是按照每个样本 然后呢根据它的预测值 减去它的真实的值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计算它的最小二乘的 这样的一个损失函数 然后这里面其实相当于我加了一个正则项 那这个正则呢叫做L2的正则 这里面其实标记出来了 叫做L2的正则 那在线形回归里面 加上L2的正则的时候呢 其实相当于我们得到的模型叫做 Rage Regression 也叫做零回归 那这样的模型呢 它可以避免W变得很大 就是W 就是避免W变得很大 但是这样的模型 它不会让W 就是变零的 它不会有一个稀疏的一个特点 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就是在讨论L1和L2正则的时候 其实也做过类似的比较 然后这里面就是说 有些W可能只很小 对吧 很小 比如说我在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画W的话 那比如说W 第一个W呢 它的值可能是 这个可能是 这个是 比如说 0到1 对吧 0到1 那有些W呢 可能非常小 它的值可能很小很小 可能有些W可能稍微大一点 对吧 稍微大一点 但是有些W确实很小 但是在零回归的情况下 那这个模型呢 它不会把这些W变成零的 虽然它的值很小 但是还仍然把它保留下来 所以 比如说即便是0.001 那这个特征也会被我们保留下来 所以 零回归它不具备这种特征选择的功能 那我们接下来看 叫做Loss Regression 就是我们加L1正则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我们加L1正则时候的一个情况 那类似的 在前面这一项是写错了 我们不需要这一项 然后 那这个呢 是咱们的线性回归的目标函数 Objective 然后这一项呢 是咱们的正则项 那这个正则呢 是我们L1的正则 对吧 L1的正则 然后 那这个Objective 也是按照刚才的写法 把它展开 展开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什么形 可以写成什么形式呢 就是 I等于1到N 然后呢 WXi减去Yi的平方 那这个也叫做最小二乘 最小二乘 所以 我们只是把它写成了矩阵的形式而已 所以这里面X是个矩阵 X是个矩阵 然后呢 它是一个Vector 然后Y呢 也是个Vector 所以怎么理解呢 这里面的Y等于多少 Y等于Y1 Y2 一直到Yn的这样一个向量 所以把所有的咱们的训练数据 把它统一考虑了进来 对吧 统一考虑了进来 然后这里面 这个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叫做Frobinance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给定一个向量 那 假设咱们的向量是 就是 长成是这样的 就是 假设咱们的向量是 A1 A2 A3 或者是A4 然后呢 我求它的 Frobinance 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A的平方 加上A2的平方 加上一直到A4的平方 所以 这个norm是这么算出来的 然后这里面 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现在采用了L1的正则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一个下标的1 然后我们重新回顾一下 那这里面的L1正则什么意思呢 就是W 它的L1的正则就等于 W1的绝对值 加上W2的绝对值 一直加到什么呢 一直加到 比如说WD的绝对值 所以这个叫L1的正则 那接下来我们看 主要来讨论 我们怎么去优化 咱们的目标函数 那这里面还是写错了 就是说 我怎么去寻找 最好的这个W值 最好的这个W值 那之前我们讨论过叫做 这个T度下降法 特别是在逻辑回归的时候 我们经常使用T度下降法来去求解 最好的这个W 那T度下降法的核心呢 也就是对 咱们的目标函数求导 那我们都知道 对L2No求导之后呢 就得到什么呢 就是我对这个L2No求导 那求导完之后 我们就得到2乘上W T度是2乘上W的 所以这是很容易求导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对这样的一个式子求导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前面这一项呢 那这个求导 大家都知道怎么去求 其实很容易求出来的 那这个就是线性回归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部分 就是这部分 那这部分求导之后 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一项 W这一项呢 它是等于多少 W1 它绝对值加上W2的绝对值 加上W3的绝对值 一直加到WD的绝对值 那这里面D代表的是 Number of Dimension 就是维度的大小 然后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WJ对WJ的梯度是多少 也就是我想求W 这个L1的增则 对其中的某一个 比如说W的一个导数是多少 因为我们在 如果我们使用梯度下降法的话 那相当于我需要去求出这个梯度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值到底会多少呢 那它的值等于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WJ的绝对值 然后呢 对WJ的导数 那这个J的导数等于多少 我们可以花五分钟五秒钟时间 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导数到底等于多少 其实这个导数呢 没有比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不像L2的正则一样 我马上可以求出来 那为了求出这个导数 我们需要分情况 为什么要分情况呢 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得见 比如说LJ WJ 它是正数 或者是负数的时候 那它的导数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是正数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它的这个导数 或者梯度是等于1 然后呢 WJ 负数的时候 它的导数或者梯度 是成为负一的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WJ 等于零的时候 它的梯度是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来画一个图 那这是WJ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图 那这里面也就是说 WJ 大于零的时候 那其实梯度呢 是这个方向的 就是等于1 等于1 如果WJ 小于零的话 那它的梯度呢 是等于 负一的 然后呢 在这个点上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梯度等于多少呢 是唯一的吗 不是唯一的 就是在 这个点上的时候 就是WJ 等于零的时候 咱们的梯度 不是唯一的 可以看到 我可以画出 任何一条线 我可以画出任何一条线 所以这就导致 当我们对绝对值 去求一个梯度的时候 就需要从三个方面去考虑 一个是它大于零的时候 一个是它小于零的时候 一个是它等于零的时候 所以这就导致 我们在计算 对LASSO 或者是L1的正则 去计算梯度的时候 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问题 不像在计算L2那样 那么的直观 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对拥有L1正则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函数 求导的时候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叫做什么呀 也叫做 Subgradient Descent Subgradient Descent 因为我们需要对这样的情况 需要做一个特殊的处理 或者是特殊的照顾 好 那这个是 为什么 针对于L1正则 来求导的时候 会比L2的正则 更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在某些点上 我需要去分开讨论 所以这样的一个导数 它不是一个连续的 我有点没 Spider 我先帮他 我先帮他 稳辑 再来 终点 收割 战 去屏幕 宜辑 袋 终点 他